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表示 国会批准520亿美元扩大美国晶片制造业的工作 可能会推迟到2022年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9号发布 2021年IMD世界人才排名报告 在64个受评比经济体中 台湾排名第16名 较去年进步4名 为近10年以来最佳表现 韩国第34名 中国大陆第36名 台湾位居亚洲第三名 经济部打造台湾低轨卫星国家队 9号举行论坛 工业局长吕正华 公布B5G主题式研发计划启航 补助5个专案 共计10家网通厂商 要抢全球一年新台币 近9000亿元的卫星地面接收商机 微博8号在香港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 触及低点253.2港元 与原上市价272.8港元相比 下跌7.2% 显示投资者对于中共监管仍有担忧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